大家好 今天我就去做牙齒 剛好上次洗牙的時候發現我有一隻大牙的裏面部份就注了 變成我的牙齒要正視 要感覺 今天就安排了去做牙齒 所以現在我的牙齒在半邊是麻醉了 今天約了8點去做牙齒 其實很快 因為8點半就出來了 它就補回牙齒 看看幾個小時後又有什麼感覺 大家好 現在是下午2點半的時間 現在我的牙肉 牙皮膚附近的位置已經沒有再麻痺了 原因就是麻醉藥已經過了 其實維持了大概4小時 這次我也很開心 我覺得美國的牙醫做得很好 即是這麼多次 無論是上一次是剝自衛遲 照自衛遲 去剝完之後那個後遺症是完全沒有的 今次來說都是沒有的 暫時我剛才都吃到飯 吃到熱東西 因為剛才大概42點多鐘的時間已經散了所有麻醉藥了 這個過程我也是很意外的 因為之前其實我一直很緊張 因為每一次看牙齒 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本身在香港都不是很注重牙保的問題 因為香港你都知道保險 除非你真的特別買一些保險 是給一些很特別的你的需要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會特意去覺得有痛 即是你痛才會看的 香港人是不痛沒有病沒有痛 就怎麼無緣無故去看醫生呢 但美國就不同的 美國就是每一年如果你有買保險的話 至少有兩次是可以去洗牙的 很視乎你那間公司 保險避免多少 我都跟大家說 今次是全免費的 回到正題 為什麼我這次要轉這個牙醫公司呢 因為我曾經有兩次不好的經驗 令到我自己覺得有點嚇怕 我想轉公司 我就跟老公說 不如轉公司 那間公司叫什麼名字呢 如果大家住在賓州 或者是費城 大家都會聽過這個連鎖店叫做Dental Solution 說回頭 因為有一次洗牙 她洗到我 她磨的毛牙石 磨得我很痛 那我老公說 其實很正常 那些洗牙醫公司 你這麼久都不洗一次 那一定是痛的 是 但是我說第二次洗不會那麼… 她好像變成售貨人 不斷向我售貨人 我就是不太喜歡 那我就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大家都不妨參嘗一下 會不會之後 如果有同樣經驗的時候 即是去轉任一間公司 那試完我洗牙 進去那個人不是美國人 應該是其他國籍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口音很重 我就懷疑她是意大利人 那她的意大利的美式口音 即是不英文口音 就很strong 聽到我都一塊塊 那我都不斷地問她幾次就幾次 那在洗牙的過程 她好像當我是仇人 因為我就說 考慮一下 幫不幫襯 那她就說 其實你平時用什麼牙刷洗的 我介紹一下這隻牌子 很好用的 那我一開始有問她的時候 我就說 其實是不是保險公司包的 那她就說 不是 保險公司不包的 我純粹是under我的名字 那我一向用這個的 那如果你用我的名字的話 你有discount的 不知道有七折 還是八折 然後我就說 蛤? 我說你其實不是under這間公司去買 但是你用個人名字去買 我說我未必會買 她說 公司不會銷你這些東西的 公司覺得你有什麼問題 我就告訴你 但我用我的專業告訴你 你用這隻牙刷會比較好用 那我就說 其實我現在家用的牙刷也挺好用的 她說 但是我看你洗得不是很乾淨 然後就不斷銷售 不斷銷售 然後就不斷抄我的個人資料 我就說 蛤? 其實我說你有我的個人資料 哦 這是公司的個人資料 你個人資料如果你不介意可以留給我 你可以留電郵嗎? 那我可以發電郵給你 那我最後就小小地氣 覺得她很煩 我就給了電郵 她真的發了電郵給我 後來我就沒有再展示她 她就繼續再發一兩封 就問我 你買了沒有? 然後那間公司就很好笑 她就有發電郵問我 不只是她的 因為大部分美國都是這樣 她都會問你的服務 拿口碑 我建議大家每一次拿到這些服務 拿這些Q&A的時候 一定要一定要填 因為都很影響到下一個人幫襯的時候 對她的review有什麼看法 我多數都會去查 如果不是的話 我絕對會考慮一下幫不幫襯 所以我也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聽完我Youtube 覺得有幫助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幫我聽有沒有幫助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那些人看完之後 就會skip了 順帶一提 我都說回頭 之後呢 她就發了個問題給我 我就填回我的想法 但那間公司是完全沒有理會過 她就說 我真的抱歉 令到你有悲傷感 或者怎樣 她就說我們會正視 之後我再預約的時候 她就說一定是同一個人 我就說可不可以選擇 她說不行 這個是新人 她現在在試 在上班 我們都在看她的情況 看看還算不算 你真的找我做爆鼠 然後她說 不如這樣 你會不會試了這一次 如果下一次真的不行 的時候才做什麼 我心想 第一次都已經是 那個人做得不好 她又不是做得不好 她是 磨牙石 不停磨死磨難磨 去用那些儀器 做到我 整隻牙 起碼有4個小時 那些事情都很辛苦 是那個情況 是不是 你都未出生 你小時候都不知道我做什麼 對 所以 她說 還要我試多一次 我真的 這些叫可一不可在 我不想貼錢買難受 真的 既然保險公司都包的時候 我覺得 不如找個好一點 所以決定 今年跟老公去找個第二間 所以我試隔了一年之後 才再找這間公司 老公其實就上網 或者她自己開車到處看看 她覺得這間公司不錯 這間公司 如果大家有一直看我的影片 就知道 不好意思 就知道 其實這間公司 就是之前苦科醫生 我看抽血的時候 是這間公司 正在旁邊 這間就是牙醫 我覺得不錯 服務質素 態度 好友善 還有牙醫都專業 看起來都很新淨 很視乎你的地區 所以如果大家 好像我這樣 如果你一直洗牙的時候 那個人不斷推銷你買的東西 推銷你買的東西的時候 就自己考慮一下 雖然她是大屬於公司的員工 但原來他們沒有阻止到員工 去額外做一些個人的事情 我不知道美國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問老公的時候 她就說不知道 可能每間公司都不同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蛤 洗牙 洗洗一下牙 又在賣自己的產品 但公司知不知道 又不是很理會 那我就不太喜歡這一點 好了 這段短片就分享到這裡 第一次跟小姐這樣拍短片 都知道可能很吵 但我都希望大家享受這段短片 因為都做媽媽 全聖媽媽拍短片分享 講自己的經驗都是不容易的 希望大家都給個讚我 繼續支持一下我 如果你同樣都有這個經驗 或者沒有這個經歷 或者你在美國洗牙有很多經驗 你又可以分享給我和我分享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等我下一次知道這些情況的時候 都可以怎樣面對 如果大家這段影片幫到你的話 我希望大家分享給大家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每次都可以搶先看 那好吧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Benjamin 拜拜